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槍王 大家在網上看到很多評論員都會說 Wilson Ben Edge 是一種很難推推的喇叭品牌 尤其是他專利的 Isobaric 的低音技術 更加要用到前後級才能推推 不過這次我跟大家講解Wilson Ben Edge Discovery 這款喇叭 因為Discovery 北京不覺已經到第三代 由第一代十多年前第一隊的Discovery 一出的時候 在香港真的很受歡迎 接著就到了第二代 第二代的名字叫Discovery 2 而今次這一代叫3ZERO 3 接著是一個ZERO 至於3ZERO 這款的名字 其實就不僅只有Discovery 用的 因為它現在整個 Fibonacci 的系列 全部都會有3ZERO 的名字 去識別它這款是最新的型號 這次第一次跟大家講解Wilson Ben Edge 所以我這次跟大家一起去官網看看 它的型號究竟有多少個Model 我們首先去到它們的官網 看看有關這對Discovery 3ZERO 是在Fibonacci 系列當中最低的型號 對照片還有一隻大書架 就是叫做Endeavor 接著再之後就已經是坐地喇叭 坐地喇叭最小的那隻就是ACT 我們香港就叫AD 接著就是Resolution 二老就叫Omion 而它的旗艦就叫做Ambulance 而香港就叫Ambulance 叫做教皇 Vilson Ben Edge 除了是Fibonacci 這個系列之外 它們還有一個日門的Position系列 而最便宜的P1 都是賣5萬多元 P3 最大的座地就是10多萬 看完官網 我們先說回Discovery 如果大家發燒年資有10多年以上 一定會記得 當年有兩對的書架喇叭 就特別受香港的發燒油歡迎 一對就是Dyla C1 不知道你們大家早期不記得 而另外一對就是我身邊這一對Discovery 的第一代 就是真的叫Discovery 我們香港發燒油 對於Isobarad的低音 簡直是由愛由恨 愛的當然就是它可以輕易做到一個很有亮感 而層次感亦做得十分之美的低音 這個是Isobarad 它小小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很正的低音 這個是我們愛它的原因 說到恨 當然它的Isobarad 的確確實是挺大吃的 它不是說很難推 但是當你試過 你越給一些漂亮一點的東西 越大力一點的東西 它的表現是會再正一點的 所以當年 玩到Discovery的時候 基本上 那些師兄都會用到一些比較貴價的器材 去推到Discovery 看看它的能力是可以去到哪裡 其實大家現在看看我旁邊的Discovery 3 Zero 單看它的外觀 一看過的腳架 再加上這個強勁的Isobarad 只說它的設計 它是真的不能輸的 集合了書架喇叭的優點 脫傷 定位準 如果說到氣勢 更加可以贏很多座地 說真的 當年的Ad-1 雖然是座地 但是低音 其實我聽過 都是輸給Discovery 所以你們可想而知 它真的挺屈膝的 好 聽完歌回來了 不如就介紹 對Discovery 3 Zero 的賣點 因為如果比Discovery 2 最大的分別 最大的分別 就是在Discovery 這個模特兒 最大的分別 就是前面這兩隻單元 都用了最頂級的單元 分別是用了 現在較黃最頂級的旗艦 高音單元 一吋的C幕高音單元 而中低音的單元 它就用了現在最新款的Tic Tac 3.0 中音單元 除了那兩個單元 升級之外 另外 音箱 它也是用了最新的Tic Tac 3.0 技術去做音箱 所以Tic Tac 3.0 這個Discovery 除了兩隻單元是升級了 接著 聲箱也是升級了 但是價錢 其實它比Discovery 2 其實當年Discovery 2 都要賣到14萬多 而這一對只不過是賣17萬 在加2萬多的價錢 就已經有三樣這麼大的提升 其實我覺得是值得的 講完單元之後 看看它和Discovery 2 還有什麼提升 在數字上 3.0 比Discovery 2 重多5.5kg 而高也高了82mm 另外在釘腳 這次用了它們最新款的尖釘 因為上一代 它的釘腳是圓腳的 至於釘墊 也是用它們最頂級的 即是有三粒豬 那隻釘墊 至於聲音方面 有什麼提升呢 最明顯 當然就是它的高頻伸延力 提升得最厲害 還有就是它的中音感染力 細節量也多了很多 另外就是它的Visio 音箱技術 是令到新一代的Discovery 脫傷感比Discovery 2 好很多 不過說到低頻的力感 量感 層次 我覺得它和Discovery 2 就差不多 我在俱樂部用了很多套M 去推它 分別有Solo的A2 100火 接著是Bouda 一系的1110和1160 推它 也試過 另外就是搬進來工作室 用全套Laga HD 去推它 也試過 我們先說到A2 因為這部A2只有100火輸出 但推到Discovery 3.0 給我的聽感 如果你的環境 是在150呎左右的地方 其實就已經足夠你聽 說真的 因為當時我錄了很多首歌 放到Facebook 跟大家分享 之後我就用了Bouda 的一系 1110和1160 對1160有300火輸出 而我之前也分享了在YouTube 我們也舉辦了幾場試聽會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YouTube 最後我將它搬進來工作室 配合Laga HD 也是剛才你們聽到的聲音 雖然這套Laga HD 它的輸出是250火一邊 雖然在數字上來說 比起Bouda 是少了50火的 所以如果這一套Laga 去推到Vilson Banesh 說真的 那個聽感來說 我是喜歡這個組合多些 這套Laga HD 我會抹去你的眼淚 哪怕變化歲月裡 р瑟 拍公子棺夫婦女 我常常唱不了這套紙字 拍公子棺夫婦女 又听完歌回来了 不如来个总结 这一对Wilson Benethe Discovery 3 Zero 既有传统的英国的韻味 音乐感 内听度之余 亦是一对分别力高的喇叭 什么为止分别力呢 我的意思是它又可以保持到Wilson Benethe 独有的音色之余 但它又可以表现到前面那套M 每一种特性 每一种品牌的性格 都可以很容易让你听到 而它这种表现 是我真的未听过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因为它又可以出到它自己的声音之余 它又带你前面换什么 它又可以完全表现出来 它又不会让它原本的音色去概括了 说真的 我已经玩了很多不同品牌的喇叭 但如果以这个特性 我想真的只有Wilson Benethe 3 Zero 系列的喇叭 才能给到我有这种听感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 刚刚有套Audio Research 6SE 再加上160M 就刚刚到了俱乐部 我本来就想试试 将Wilson Benethe 再搬出去 又搬出去 去夹一套Audio Research 夹完之后 我才再拍片给大家 但我又心急 想尽快去介绍这一对 Wilson Benethe 的Discovery 3 Zero 给你们去认识这一只的喇叭 所以这条影片我还未夹一套Audio Research 接下来 我相信在12月头 我会再搞多个视听会 让大家听一下 和我一起听一下 ARC 夹回Wilson Benethe 听感又是怎样了 今集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